不幸患上腸癌 醫生會首先考慮做切除手術 而經常被提起的微創手術 又是否人人都做得 病人又有甚麼要注意呢? 我們小刀面對的問題 要有一個位置開一個刀口 將柳子拿出來 刀口的大小就取決於主樓有多大 複雜些的技術下 腸癌是已經侵蝕了很多器官 花時太長的話 病人能否承受那麼長的手術時間 如果不可能的話 那怎會選擇微創的方法呢? 無論微創或傳統手術 對內臟影響都差不多 和會覺得痛 醫生提醒 千萬不要怕止痛藥會影響健康 而忍受疼痛 醫生開的止痛藥 分量適合自己本身的體重 儘量吃少一點 復原快一點 少一點副作用是不會的 不過醫生亦都說 病人是不可以怕痛 縱日留在床上休息 減少呼吸不暢順 躺在床上積淡 少一點肺炎 少一點睡床 也少一點會 腳腿部深層靜脈的山蝕 由於在手術之後 大腸需要一段時間 才會恢復正常機能 所以就不宜進食油膩 或者濃味的食物 以免引致腹腔發炎 我試過病人很心急 做完手術 第六天出院 很開心 一回去就吃飯 而量比較多 最後就塞住在腸裡 我們叫獲利回吐 回頭就吐 然後又入院 然後放胃後抽出來 人的體力又差 消化能量低 其實纖維沒有變得很細碎 到腸裡 手術後 反而不見識很高纖維的水果 例如火龍果 菠蘿 羊肚 布林西梅 吃一些水果 已經足夠 外國科研已經證實了 其實術後 照香口膠 原來會令腸臟 快些恢復的魚動 見到家人 就買一些自己喜歡的牌子 口味香口膠 術後就有空 就在腸裡照 如果手術失血量多 醫生就建議 可以食含有豐富鐵質的食物 來補充體力